楼市成交减弱 地产代理大行亦全出缩人手 据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1月底 全港持牌代理人数创近15个月新低 更连跌3个月 根据地产代理监管局数据指 截至今年11月底 全港持牌代理人数录得41,239名 较上月再减少250人 下跌0.6% 连跌3个月 单月减少的持牌人数 也计今年3月后最多 至于最新持牌人数 亦是创2021年8月 录得41,208名后 创近15个月新低 若与今年2月底高位的42,408名作比较 减少1,169人 达2.7% S牌细牌 即营业员牌照 前线代理 人数已连续两月下滑 按月减少157人 即0.7% 总数共622,380名 此外 持有续称大牌 或以牌的地产代理 个人 牌照则18,859名 亦按月减少93名 下跌0.5% 坊间两大龙头代理行中原及美联 日前亦因应市况移缩铺财源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清表示 公司首10个月流失约500人 年底前会再减300人 又指中原已熬近一年 不能长期亏损 必须紧缩分店及人手开支 而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 港澳 部肖明亦称 目前亦有约30间分行 约满后 均不再续租 公司内 亦有约400人离开 属自然流失 至于反映分行数目的营业 长情说明书 数据指最新录得7167份 较上月减少12份